嗨 我是Zoey 今天呢是我的 2023年6月26 臣服实验的第40 第40天啦 今天心情还不错 我觉得跟昨天的 一整天的发生的事情有关 所以呢在今天的影片里面 我会用日记口试的方式来分享 昨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些的影片呢 是我臣服实验100天的挑战 现在已经 三分之一 对超过三分之一了 所以呢还有二分之一 感觉还不错诶 很多的观众有跟我说 我现在的状态跟第一天 就第一个礼拜比起来好很多 的确也是 现在我觉得我心里的那种臣服的感觉就是 Let it go 然后我的 我必须要说我的现实状况 还是没有解决哦 就是我还是觉得事业上超卡的 然后我也还没有想到说我的下一个事业上的突破点是什么 但我觉得心境上面呢有不同的启发 所以希望这一系列的影片就是每一天每一天很真实的我感受到那我就分享到那我也不特别说就是我有什么哇不可思议的收获就没有就是没有 可是我是真心觉得我心情上面好很多 因此呢我们就先从昨天的一早开始 昨天呢我早上起床的时候我先生就已经出门了他刚好就是跟工作上面还有朋友上面有一些事情所以从早上我大概九点起床到下午四点呢我都是一个人我就突然之间发现其实我非常喜欢独处我非常喜欢一个人 然后我前阵子呢其实又在研究怎么看我自己的那个human design就是人类图我一直都没有跟人类图很有连接啦就是说好像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多的各种的学派啊什么易经啊然后什么美国这边的不同的灵学啊又或者是你看像人类图啊或者是像什么西塔啊 就是这些还有之前讲到的阿玉废陀嘛我觉得这些都有不过各式各样的东西我都会好奇然后去看一下可是我一直觉得人类图没有办法就是I don't really get it 我没有一个跟他的click但最近就想说OK认真一点来研究一下会不会发现什么事情反正anyway呢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是他就是说我这个人呢是一个可以从 自身来获得灵感跟能量的人只要我给自己这个环境所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我觉得这几年我的脑袋都被我的工作给occupy就是我现在才意识到我是一个多么需要空间的人 无论是无论是无论是这个人与人之间的空间就是我觉得我先生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需要你花大量心思跟关注的人他喜欢你所有的attention都在他身上这样子 然后我觉得在思绪上面我也是都被工作给卡着倒不是说我physically需要什么很大的空间住很大的房子我觉得完全不是因为我之前住在LA的时候其实房子超小的可是我觉得我内心的就是脑袋的空间很宽阔 然后才能够有这么多这么多的灵感然后回想因为我不是说我昨天的影片里面有讲到我在看我过去十年发生什么事情吗 然后我也发现其实我很有灵感的时候都是脑袋很开阔的时候脑袋很开阔意思就是说我没有一个agenda 我也许没有方向没有人生的方向也许是迷惘的可是在那些时候呢我做了很多旅行就是我去去很多国家旅行 然后我自己一个人独处自住旅行都是一个人一个人这样子过了三个月然后一个人这样子自己去滑雪自己去住背包客栈然后自己去不是说我完全不会跟别人讲话只是就是所有的行程都是自己的 然后我觉得在自己坐车自己去爬山然后自己露营的这种时候呢 是我最能够自发性的从我身上听见声音但是我近几年忘记去给跟忘记去就忘记去提供这个环境给我自己吧 所以我现在又在想就是这一系列的成福实验到底带给我什么 我觉得非常棒的一点是 我有一个体悟啊是当我们不知道方向的时候 的确会很心慌 的确会很焦虑 的确会觉得想要抓到什么样的服务 然后 赶快再次有方向 很想要找到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 你就是告诉我做什么就好了 那我就去做就这样子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忘记 其实这也是我们最最最 自由的时候你的心是可以很自由的探索 而且你的心可能无论是说因为慌张还是就是因为啊算了无所谓了都随便了的那种心态就是你就会开始 explore就像我现在这样子我觉得我开始explore我看的书越来越广 不再像是不再像是之前我都只看那种商业的书 然后想要就是提醒我自己I don't know自我成长的能力啊 然后把我的事业搞好的这种 不是 我开始看小说 我开始看就是灵性的 我开始看一些量子学的书 我可能理财的也看 身心灵的也看 spiritual的与神 神学有关的东西都看 什么都看 然后我也一样就是在想说如果没有这种迷惘或许我的确也不会 或许我就只会focus在像之前一样的商业的商业模式的行销的成长类的创业的这类型 所以现在这样想就觉得心情好一点啦 让我有这个真正的机会做到所谓极致的自由 好 所以呢 OK 昨天一早 小离题 昨天一早呢 我起床我就非常的开心 就觉得 I love my morning 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自己一个人的早晨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其实很不介意我比我先生还要早起 然后在早上的这段时间 也许我只比他早起一个小时 可是我觉得 it really make a difference 就是我会泡我爱喝的咖啡或者是抹茶 然后我有一些仪式 就是我泡抹茶是超级讲究的 我会先热这个杯子 然后呢 我会就是像那个茶一样 你就是先让你的那个壶身先热 然后磨那个粉啊 这样子磨啊 然后牛奶热的方式啊 就是也有自己的一套功法 所以我自己就是一直都在研究怎么样好好的泡这个抹茶 然后喝下去的那个第一口呢 就真的是一个极致疗愈 的体验 所以昨天早上也是这样子 然后做了我的早晨仪式 然后慢慢的起床 然后我昨天早上也有冥想 我等一下呢 如果有时间的话 我会来分享一下 我在冥想里面发生了什么很有趣的事情 所以我昨天其实一早起床 我就是躺在床上 然后做了这个冥想 然后冥想完之后呢 我就开始我的看书泡抹茶 慢慢的起来 然后我一直在想说到底要去跑步吗 昨天一开始的早上天气很好 心里就就身体上有个感觉是其实很适合很想要跑步 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不想要吃早餐已经喝了一杯茶 我就直接去跑步吧 所以呢我就开始整理一项 但是也是到处摸 然后衣服终于换好了之后呢 我一出门就开始下大雨 就是就像我昨天说的 我一打开门 然后就这样 开始下大雨 所以我就想说 好吧那不然先来录昨天的城府影片 录完了之后呢 就雨停了嘛 我就想说 OK那我来出去 就是跑步吧 可是呢 要出去的时候呢 我又突然间觉得 其实肚子有点饿 然后开始快要到中午了 所以呢 我昨天就是心情上面呢 就突然间觉得说 我很想要煮点什么特别的东西给自己吃 所以昨天我就打开冰箱 然后我就看一看 我就想说 我要来煮个奶油 培根 意大利面 就刚好有食材 所以昨天真的就是花了很多时间 我在那边弄那个 那个牛奶的那个酱汁啊 然后这样子慢慢的 在那边弄那个煎焙 跟超疗愈的 然后一整个就是 很丰盛的一个午餐 吃得超爽 就是有一个自己 这样子好好的精心 弄一个很丰盛 而且蛮挺高级的午餐 给自己很开心 然后是这样子呢 一边吃东西 然后昨天开始看什么 我昨天看了一个 是跟那个脉轮有关的 就是其实我觉得我认识脉轮 可是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到超 深度深度的了解脉轮是什么东东 所以呢 昨天就是学了 看相关的影片啦 就是一边吃饭 然后一边 看脉轮的 YouTube 然后我就觉得吃得超饱 太饱了 好像不太适合马上出去 马上出去跑步 所以呢 我就开始昨天整理了一下 我的那个 就是这十年 说那个十年的这个变化 的一些照片 我就开始把这个照片呢 做整理 然后我想说 maybe未来 如果我真的要做一个影片的话呢 这些照片跟影片都可以是素材 我就这样子整理了一番之后呢 还是很饱 所以我就继续看了一下 我的那个人类图 然后研究一下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当我呢 就是觉得说 OK 好 差不多可以出去跑步 没有那么饱的时候呢 又开始下大雨 真的是很奇特 我就想说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不要让我出去跑步吗 我要应该要在家运动吗 我就想说 那就再等一下好了 等雨停 所以就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觉得说 不然我来准备那个 这十年我 从二十岁到三十岁 我感受到的一些变化的 这个脚本 因此呢 我就开始写脚本 然后在写的时候呢 我是真的有一个感觉是 其实那个感受很强烈 就是他直接把你拉回到 我二十岁的时候 在发生什么事情 我在经历什么事情 我还记得那时候 就是有一个蛮 蛮剧烈的失恋跟分手 你知道吗 完全不会想到说 十年之后我住在美国 我住在密西根 然后我已经结婚 然后对象是这个 从来都不认识的人 很有意思 所以我就开始在那边 打然后真心是觉得说 好flow哦 好久没有这种flow感 很舒服啊 所以差不多打到一个境界呢 就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可以拍成一部影片 还蛮值得分享的 所以不知道你会不会感兴趣呢 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呢 也欢迎你留言跟我分享 就是如果我要分享这十年发生什么事情 你想听到什么 你想听就是故事的形式吗 还是你想听我整理什么 我学会的十个lessons 就是有需要到这么归类吗 你觉得一定要这么系统性 你才有办法吸收吗 就是什么样的想法都可以哦 我也觉得可以趁这个机会看看你的偏好吧 好 所以呢我就在做这些整理 整理完了之后呢 雨终于停了 我就出去跑步 然后跑了大概三十分钟之后 回到家之后 我先生就已经回家了 然后他回家之后跟我说 晚上那个谁谁谁家有party 你要不要去 我们就可以一起去 然后我们就带一点吃的准备一下 然后我就说好啊 所以我回到家之后呢 就是满身大汗跑完步嘛 我洗完澡之后呢 我就开始烤地瓜 我就想说我可以烤地瓜 然后带过去跟朋友一起享用 烤地瓜完之后呢 就差不多 然后就先有一个朋友来到我们家 跟我们一起聊天 然后我们一起开车过去 去那些朋友家 然后我们这些朋友呢 他们是住在那种 就是 这里的东西叫做co-op co-op houses 就是一起互相共享啦 共享社区吧 他们住在那种共享 共享社区里面 所以呢 大家都是邻居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 所以每一个人自己都会在家里种什么什么菜 然后所有的人呢 都会把他们的菜搬到这个空间里面 然后大家一起做菜的那种感觉 因此昨天呢 就超开心的 晚上真的很棒很棒的 大家都一起聊天 然后他们家还有钢琴过 应该要录影的 因为我觉得太精彩了 就是我先生跟另外一个朋友呢 就是他们整个是很在那个状态里面 一起即兴地弹的钢琴 然后大家都这样子听 一边听 然后有的人打牌 有的人聊天 我们就在那里面呢 就一起度过了一个很棒的晚上 然后我还记得 我刚到那边的时候呢 有几个 大概有五六个人很兴奋 他就说 我们呢 今天终于把我们的green house 就是我们有一个花 温室里面呢 有种菜 我们今天终于把它整理好了 你想不想看 我们给你一个tour 然后我就说好啊 然后他们就超兴奋地带我到那边 然后他们就说 Welcome 就是欢迎来到这边 首先呢 你往上看 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 天花板呢 吊着的是小黄瓜 然后小黄瓜呢 他们开始慢慢地蔓延 然后你看到这边呢 有羽翼甘蓝 然后那边呢 我们有种大蒜 然后在旁边呢 是洋葱 以及这里呢 有一些芝麻叶 就是他们开始讲 而且他们在讲的时候呢 是真心的眼睛发亮 我觉得这一群人超可爱的 就是我们这群朋友 他们非常非常的obsessed with gardening 很喜欢种东西啦 然后种东西很有研究 我突然之间就觉得说 他们真的是 speak with proud 非常的骄傲 他们有这个温室 跟自己的这个花园 我就在想说 我在人生里面 有什么样的事情 我讲起来 对别人分享的时候 我会这样子 这么的迫不及待 然后这么的 proud的 骄傲的 跟朋友分享 这个我的 我在做的事情呢 你呢 你觉得 你在人生里面 有什么样的事情 会 就是你知道 我一进到那边 他们是这样子拉着我 就说 赶快赶快来 我们的那个garden 我们今天才刚用好的 你一定要看 给你一个tour 然后他们就是一边讲 然后一边摘一些叶子 给我吃 就说你觉得怎么样 你吃起来很有趣吧 它有一点点奶油的味道 就还这样子讲 很可爱很可爱 我就觉得说 哇 他们真的是超热中 超级热中的 我心里就觉得很 很感动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感觉 也不断的让你反思说 对啊 你的人生里面 哪一件事情 会让你这样子 一看到朋友 拉着朋友 没有办法停下来 就这样子狂讲 很想要分享 也不是特别为了什么 目的 或者是想要我夸赞 他们说 哦 你们好会种菜 我就完全没有 很开心的 很纯粹的这种分享 我觉得超棒的 所以昨天晚上呢 就很开心 跟后来呢 我们喝了一点酒 所以我们就决定 没有开车 我们就走路回家 走路回家的这一趟呢 大概走了30分 30多分钟 40分钟 也是跟我先生 大聊 特聊 爆聊 太棒了 就是超开心的 好 昨天呢 有两件事情 我蛮值得可以深入分享的 第一个就是早上的冥想 所带给我的启示 跟第二个是 跟我先生走路回家的那一段 发生了 就聊到了什么事情 早上冥想的时候呢 其实我是在心里面 去思考前一周 我跟Natasha在上课的时候 她带给我的一些启发 她说呢 有一个 有一个练习叫做 Voice Dialogue 这是一个 你在coaching的时候 会有的练习 所谓Voice Dialogue 就是呢 你去将你现在在 生命中苦恼的事情 你人化 然后呢 把这些东西 思考 她会用什么样的形式啊 态度啊 或者是沟通的模式 呈现在你面前 然后去跟她对话 如果你最近烦钱 你就把钱 你人化 想象成是一个 真的人 是一个朋友 如果你最近烦的是感情 交不到对象 男女朋友 你就把这个感情的 这个东西呢 你人化 如果你最近是家庭的 身材的 就什么都可以 就是你人化 好 所以呢 我就是在冥想的时候呢 做这个练习 然后我 首先是想到的是金钱 然后我还帮她取了一个名字 叫做阿金 然后我开始进入那个 321的冥想状态里面呢 我一看到的那个画面 是一个班级的感觉 而且那个班级 很像是我高中的 班上的景象 就那种颜色啊 大小啊 空间感 很像是 就我高中的教室 然后我就看到阿金 然后她是一个男性 以及她 她是一个在班上 很受欢迎的人 然后我去看 我跟她之间的关系 我就突然之间发现呢 这个阿金 我过去跟她很不错 但我们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我们不再 那么要好 在班上有点小尴尬 然后 Voice Dialogue里面有个练习 是去听你的这个 你人化的对象 例如说阿金 你的这个金钱 有什么话想要对你说 所以呢 我就是 在那个冥想里面对峙 然后去听听看阿金的想法 然后阿金呢 她其实就跟我讲说 我们之间怎么了 我们明明以前那么要好 你为什么现在躲着我 她这样子跟我讲 你为什么现在躲着我 我有做错什么事情 我有哪里惹你不开心吗 我觉得我没有 我觉得我还蛮无辜的 我根本不知道你做错了什么 而且我是想要帮你的 可是我感觉你现在在气一个 就她说我 她说 我感觉你现在好像在堵一个什么气 或者是好像是一个你自己心里面莫须有的东西 你以为我做什么事情伤害你 可是我觉得我没有 而且重点是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我想要问你 你又不说 每次你看到我 你就逃走 就她觉得她心里面是受伤的 跟她也不知道要怎么样跟我沟通 以及她想要化解 就这个东西她是想要化解的 然后 但她不知道怎么了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脑海里面有这个印象 我很讶异哦 因为我一直来都觉得 我现在想到钱就很烦 然后这个跟事业有点绑在一起 就是想到想到钱 你就会觉得哦要赚钱 然后想到事业 你就会觉得哦事业有瓶颈 所以一想到呢 我心里面是烦的 没错烦 所以我躲着 我就会有点想要 啊 你走吧 我不想想你了 我想要 花我的时间来臣服 我想要 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我不想要 面对 觉得的确有这种逃避的心态 可是同一时间呢 我觉得 她带给我的感受又是 我也有 我也有怨恨 我也有 不甘 而那种不甘的感觉 是 你为什么不帮我 我这样子想金钱哦 我这样子想阿金这个人 就是我也觉得说 我试了很多努力 你为什么不给我一点方向 你为什么不给我一点提示 我找一点点就好 我这个答案 我觉得我快要猜出来了 我就差那么一点提示 你就不能暗示我一下吗 然后我觉得我堵着气 不高兴 不高兴她不帮我 我觉得她应该帮我的 她没有 所以 所以就是毒气 就是那种很高中生的情绪 我高中生的那种 幼稚的心理 就是 你是我的朋友啊 那你应该要怎样怎样 你没有做到怎样 我就不跟你好了 跟那种感觉 所以在我的练习里面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 我竟然感受到 其实 我有点就是真的 的确把这个莫须有的罪名 附加在金钱身上 然后怪她 搞不好是 她其实很想要帮我 她想要 带给我一些帮助 可是我却躲着 所以就是我昨天早上 在冥想里面 觉得非常有意思的启发 她也让我开始去看说 那我应该要怎样 我应该可以怎么样做调整 而且呢 昨天我就是在看滑手机啊 还有就是看YouTube那些的时候呢 我就看到两个 感觉就是要让我看到的故事 第一个呢 就是我就看到一个什么 什么蝴蝶的故事 就是有一个人啊 他这个可能是一种传说 或者是什么一所欲言吧 他就说什么 有一个人呢 他有一天看到一个很 一个蛹啊 然后他就很期待 可以看到里面的蝴蝶 就是破蛹 破茧而出 然后 对啦 是茧 不是蛹 破茧而出 然后他就很兴奋 所以呢 他就 他就很想要 就是帮这个 茧加热 然后让那个 蝴蝶赶快孵化出来 所以呢 他就开始对那个 茧散发热气 就例如说呼气给他啊 吹气啊 希望可以让他暖一点 然后 赶快破茧而出 然后后来呢 蝴蝶的确也破茧而出了 可是却发现 他其实就是还没有ready 他还不够成熟 他的翅膀呢 还没有办法 就是这样子打开 因为他就是 就是还没有ready 然后他这样子挣扎了好一阵子之后呢 就死亡了 所以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会看到这故事啊 就是干嘛给我看 但后来心里想想就觉得 嗯 可能我的确也太急了 我现在就是想要就是这样子加热 有没有什么样的东西让我催化一下 我就只要找到那个催化剂 然后呢 我赶快就可以解决我的问题 可是他就是有一种反自然的法则吧 可能就是故意给我看到的这件事情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啊 是一个 等下我现在脑袋熊熊想不起来 忘了 好吧 我等一下 想到的话 我再来分享 OK 好 反正呢 就是昨天的这个冥想呢 首先就是带给我这样的一个启发 然后 嗯 再来的话 是我跟我先生的 就是走路回家的那个对话 在走路回家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就是一直讨论纽约的事情 然后 有很多的brainstorm 包含就是 实际上面要怎么样 这个房子怎么做 租给谁比较好 有没有认识的朋友 还是就是要 把这个消息先跟身边的朋友讲 然后看谁 有兴趣租我们的房子 还是什么的 然后讲一讲之后呢 我们又说 诶其实好像 我们也不一定要去纽约 虽然我们都很喜欢纽约 所以才讲说或许可以去 可是其实我觉得 我们两个真正的那个 那个eek 就是那个心里面的那种痒啊 是旅游的痒 就是我们就讲讲说 还是我们去巴黎啊 还是我们去墨西哥 就是好像想要去哪都可以 好像没有一定要是哪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一直以来都在说 住一个地方住半年 那回来自己的家里再住半年 然后就这样子一直不断在其他的地方旅居 也是我们想要尝试的 那为什么我们需要用纽约这件事情来绑住自己 只是因为纽约那边感觉要待比较长时间 事业才比较有可能有起色吗 才比较有机会就是建立人跟人的关系 跟就是做什么project吗 所以其实我跟他在聊的时候 我就觉得那个可能性更加的开阔了 非常开心就是 好像就是 这个也有可能 这个也可以试试看 就是有一种 不再像以前只能那么narrow 那么focus在一件 就是只能这样发生 我想要这件事情 我想要的东西 就是只能用这种方法方式来发生 我的确也是喜欢这种更开阔的 无限的可能 什么样的方式 好像都不错 都可以试试看 嗯 跟你分享 觉得很开心 所以昨天的那种开心的情绪呢 就不断的扩展到今天 因此也觉得今天的情绪啊 今天的心情 其实一整个都蛮好的 好 那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哦 我觉得直到现在呢 我都还没有想到 我刚才那个要分享的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 忘记了啦 等一下再让我想一下哦 所以这段呢 你可以快转一下 我知道 你觉得你会再变烁 咳咳咳咳,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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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大当机耶 好,我真的想不起来 那就算了 可能我还没吃早餐吧 需要吃个早餐先 不然现在脑子有点大当机 所以今天就先分享到这了 如果我明天有想起来的话呢 我再来分享 那如果说呢 你喜欢这一系列的影片 也希望呢 你可以按赞支持 订阅这个频道 把这个节目呢 分享给身边 你认为会有需要的人 或者是你认为很重要的人 我们就明天的影片再见啦 sorry直到最后都想不起来 anyway 希望下次有机会咯 明天见 拜拜